日前淡仔三哥 就和日清背面合作 推出了一款麻辣拉麵 根據官方所指 背面用雞湯底做基礎 加入糖生紙 和花椒等等的九種香料 配上中粗的麵 重現店鋪不少辣的味道 而配料方面 除了腩肉之外 還有豆泡和蜜魚丸 煮的時間比一般般麵長 需要五分鐘 背面亦附有一包特製的香味油 日媒和網民 在試吃杯麵後 紛紛在網上分享食評 從相片可以見到 主號之後的湯底顏色 就是店裡見到那種熟悉的顏色 有網民試吃之後說 雞湯底的味道濃厚 麻辣的感覺亦非常舒服 大讚杯麵不會太辣 相信不太吃得辣的一般日本人 都可以接受 也有不少人 讚杯麵裡的迷你物演 華鮮味濃郁 和湯底很配合 不過也有部分網民說 雖然麻的感覺夠辣 但辣的部分不足 背面預計在11月至12月期間 在日本各便利店和超市有售 建議價格 一個未含稅是278日圓 ال諾 三連粒 stocks 殺出 分家 還有 支持 這個 既然